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我们有个其次的 Homogeneous的文方程写成这样 这是我们第一个式子 重点是前面的这些P呢 所有的系数呢 都只是X的函数 所以很明显的 它是个linear或non-linear的 linear或non-linear 它是linear的 对不对 好 假设呢 有了这个之后 它又给了我们一些boundary condition Y 比如说在X等于0的这一点 它有个数字叫K0 Y的一次方微分 在X等于0的这一点 有个叫做K1 这样一路下来 依照Y的N-1次方的微分 在X0的这一点呢 叫做K的N-1 这个叫做第二 那我们要来讲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假设 F0X一直到达Pn-1的X R continuous On some open interval I 假设这些前面的这个系数呢 在某一个open的interval 不包含边界的这个范围里面 它是连续 OK 同时呢 再加上另外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X啊 领我们感兴趣的这个点呢 也在这个interval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提出个 很重要的一个论点 1 and 2 就是上面这个 audient 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再加上这个boundary condition呢 它能够给你一个怎么样 它会有一个unique solution 在I里面会得到个唯一的一个解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就因为它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乱猜它一通了 反正你到时候解得出来的 它只有一个解嘛 你不管往那边走 最后都会得到同样一个解 那该多好 OK 我记得 我上一次去看一个 好像是半年前吧 就那个时候 出了一个discovery的频道 很棒哦 它那个 美国他们军队在发展什么呢 在发展一个炮弹 因为现在炮弹啊 要是大炮打出去的炮弹啊 你就算得很准 对不对 但因为现在炮跟以前炮不一样 以前炮打出去 10公里 哇很远啊 现在随便一打都40公里 所以要非常非常准 要很困难 因为你要考虑到地球自转 你是往北打还是往南打 这个切线速度不一样啊 你打上去上面的风啊 再吹啊什么的 通通都不一样 这一飞呢 起码飞个两分钟 都还没有飞到目的地 之后才会落地 所以你要打得很准很难 然后他们现在做个炮弹啊 里面有GPS导引 所以呢他们就做测试 第一个呢 先对着目标打 发射出去 当然测试的时候不要打那么远 他们就打大概20几公里而已 然后呢 对着目标打呢 哇 命中目标的范围 范围只要8公尺之内就叫命中 因为炮弹就把它摧毁了 OK 所以呢头一次呢 直接的打呢 5公尺 好准 第二发打的时候呢 就把炮啊 移着15公 15度 OK 移着15度 你知道20几公里之后 偏了多少 很远 然后就 就打出去 就最后那个炮弹啊 它里面就自己导引自己啊 就飞回来 最后呢 跑到了目标的正当中呢 距离它两公尺的地方找地 OK 它比直接的打了还要准 你知道吧 所以你假想看 它的意思就是说 类似说 不管你炮弹往哪边打 最后都打到你的目的地 哇 多好了一件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军队也蛮轻松的 只要飞到差不多范围 因为炮弹丢了就赶快溜啊 对不对 然后炮弹就自己去 去找它的目标 我们就类似这个样子 只要你能够确定前面的系数 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都是continuous 记住 它一定要连续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点 你感兴趣的 它给你boundary condition 也在这个连续的范围里面 那么你就只有唯一的一个解 OK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也是很重要的 假设呢 你有y1 一直到达呢 yn啊 他们都是什么 independent 独立的 solution of one 第一个的 的解 它有这么多解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可以写出一个general solution 是他们这些独立解的什么 linear combination OK 它这个呢 is a general solution 这是我们先前学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非常快速的 你们现在很快的呢 电磁学就会马上就碰到一个 你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啊 不再是很简单的一个文方程 比较复杂一点 或者是理论力学里面呢 你很快就解到波动的方程 也就是说 以前呢 我们去解的是说 眼睛只看在一个指点上面 这个指点怎么样 我们就去描述它 但是我们很少有那个系统 只有一颗指点的 我们的系统都是一堆指点 那假设一个指点呢 你可以列出三维空间的 三个方程式 那我N个指点呢 你可以列出几个方程式 那是不是三N个连立方程式 那你说怎么解 有没有哪一个电脑有这么多 假设一木耳的气体有几颗 6乘上10的23次方 你乘上三维空间 那你这下岂不是 使了24次方的连立微分方程吗 你怎么可能解得完 你一辈子也解不完 没有那种电脑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古代人就很聪明了 他就把眼光呢 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既然看到的是 集体的行为 我们能不能从集体的行为上面找手 所以记不记得 上次给大家看影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虽然说 有些地方发现是很快速过去 我们对一个波动的东西的描述 就不再描述一颗指点 而是一个集体性的 我们发现它有个共同性 我们就以一颗指点的行为 来代表整体的行为 那很棒 对不对 好像说中山大学的物理系 是怎么样一个班级 比如说你去找人家 要联谊啊 对不对 你们这次迎新是找哪个系 中文系 对不对 像我们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要找很多系联谊啊 结果人家就问说 他们那个系是怎么样一个系啊 有人就会讲说 这个系呢 很会玩 很活泼 也蛮用功的 OK 但是听说被当得很惨 你能不能发觉 当它描述的时候 就不是单独描述 而是全班的一种 印象的描述法 所以在科学里面 我们也是这样子做 OK 所以很快的呢 你就面临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紧接着呢 都要开始来学习 什么叫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我先暂时简介一下 在我们目前啊 你可以学到几个啊 你一定会碰到的 简单的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假设呢 我们有个函数 它跟这四个坐标有关系 它跟空间 跟时间有关系 比如说波动 波动我们怎么描述它 我们就是描述 一颗指点的运动的方式 所以指点有很多嘛 所以是不是 你要有位置 这个位置的指点 那个位置的指点 这个位置的指点 当然有 那既然波是个三度空间的分布 那你就要XYZ啊 但是只有XYZ没有提不起呢 因为你没有看过一个波是不动的 波既然会动 它就跟时间有关系 所以要把时间引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基本的概念 那比如说呢 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这种喷墨的 这个列表机比较多 对不对 喷墨怎么喷 喷墨好几种方式喷呢 早期怎么喷你知道吗 早期喷墨呢 比较烂一点的 它是把墨汁啊 煮沸腾之后 用那个蒸汽啊 把自己喷出去 OK 所以呢你酒不用啊 它全部就干掉 每次就洗个老半天 要浪费一堆墨水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一煮沸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你不煮它的时候 它就自己煮沸掉 这个牵涉到散热的问题啊 热怎么样带掉 所以那时候就一堆人啊 全世界一堆人在计算 你这个头怎么设计 让它热可以流掉 就跟CPU一样啊 有没有人会把CPU上面的风扇拔掉 多一颗多丑啊 拔掉多好看 对不对 它马上就完蛋了 OK 所以这些热流的 也是跟时间有关系 好 那所以我要介绍几个呢 简单的equation 第一个 假设你有个equation是这样 第一个 它可以写成这样 记不记得这个 我没有讲过嘛 对不对 OK 我没有讲过 其实我这个e物 我现在指的还是个存量函数 我不是指个向量函数 那你对它做个Laplace 对 不同坐标有不同的 Laplace的表现方式嘛 对不对 简单xyz坐标是什么 xyz坐标就是等于partial 简单的就是这样 xyz坐标 那几坐标有几坐标的写法 助坐标有助坐标的写法 球坐标有球坐标的写法 假设呢 它的等号左边只对空间微分 等号右边只对时间微分 假设我先把它切开来 假设两边都是两次微分的 这个呢 就是wave equation 因为从wave的眼光里面 开始推导 最后得到的就是 两边各式两节微分 假设你得到的呢 很像 只不过 时间这边呢 只是一次微分 这个是heat equation 因为你从re上面的传递 来思考呢 它就是一维的 OK even的你把它想成扩散 扩散跟re很像 也差不多也是这个equation 好 那你们马上啊 就要进入你们的 电磁学第三章 你就会学得到了 另外一个 你看这是两次微分 对时间两次微分 对时间一次微分 我要是什么都没有了 假设有了 假设有了 你得到一个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函数 假设是这样 fxyz好了 这个叫做什么equation 这个叫做poison equation OK 第四个 假设更少一点 跟它完全没关系 是零的 哇 这非常好算 对不对 好像类似起始 这叫什么 Laplace equation OK 电磁学 你马上就要碰到 这两个equation 但基本上 它为你们解的 大概是只有这个 因为这个词 太难解了 非其次相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你们还会很熟悉的 一个是什么 来介绍另外一个 假设这个 它也是xyz 可能是跟t有关系吧 假设有关系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 第五个式子 它就会有第一个equation 这个是什么 shorting goal equation 对不对 你们以后在量子物理 在进屋都会学到了 shorting goal equation 这个是time dependent shorting goal equation 因为等号右边 跟时间有关系 shorting goal equation 很简单 动量加上位能 就是总能量 这简直废话 当然是这个样子 它只是把它写成 在一个物质 很小很小状态下面 可以描述的方式 OK 当然了 我可以说 假设这个东西 跟时间没有关系呢 那你得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前面这个是什么 time dependent 下面这个是time independent 这些呢 都是各位一定会学到的东西 OK 在很快哦 大概学期末之前呢 这些equity 你通常都会碰到 OK 但是我们怎么解它 这个又不在我们这个学期的课程 所以实在是很矛盾的 很麻烦的事情 OK 但是呢 我们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怎么解它 我们在解它的时候 马上就 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晓得应该怎么解决到它 这个就好像回到我们普通物理一样 你去解决一个垂直掉落了 这可以解 因为这是等速运动 横向跑的 这是等加速 对不对 横向跑的呢 只是等速运动而已啊 反正近者很近 动者很动 那假设一个抛物的 抛体运动 你怎么解它 那这下 这我怎么知道 这该怎么解呢 但是很幸运的是 它横坐标跟重坐标 是两个独立行为 既然我一起解 我不晓得怎么解 难道我不能把它给拆了吗 对不对 我已经说了 物理系最厉害就是把东西给拆了 不管是修仪器呢 还是做实验呢 还是我们在真正的解问题的时候 复杂的我不会做 我把它拆完之后 一个一个解决嘛 然后想办法把它凑回来 对不对 凑了回来你就赢了嘛 抽不回来那再说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假设 OK 我们呢 OK 这边我再讲一句话 假如说我们给的只是个equation 就好像这个地方给的只是上面的这个equation 而没有下面的b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呢 你得到了会得到个general solution 也就是说上面的系数呢 c啊 你没办法决定 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 to have a general solution we need 我们只要怎么样 pde only 但是假设你所有的系数都要能够决定 那你一定需要怎么样 所有的information pde 再加上 我们先前都说这个叫做bundary condition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从这边的实际的equation看得到 我们有跟空间有关系的 也跟时间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空间有关系的叫做边界条件 叫做bundary condition 跟时间有关系的 叫做initial condition OK 因为时间就有前后嘛 叫initial OK 那空间呢 就叫边界 叫bundary condition 你要是有了这一些 你就可以完整的把它解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我们怎么来解决它 我们下个学期会有很完整的介绍 怎么解这个pde 但事实上呢 在你们碰到之前呢 你们已经呢 马上就要面对它 所以我必须要先跟大家做个简介 我们怎么来做它 最常用了 叫做变数分离法 你说老师这个我已经听了n次了 从上的这个课 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从一节微分到二节微分方程 我们能够用变数分离就先用变数分离啊 对不对 能够把左右不同的变数分开来 我们就把它变数分开来 怎么现在还可以用变数分离啊 这个就是它美妙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解这个pde呢 我们是理论上 我们是希望这样 这是pde 那我们要怎么样 得到它的final solution 当然这个是solution final叫做complete solution 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问题是 好 太难了 既然很难 那我们就先迂回政策来做 我们永远都是如此 执行不行 那我们就绕道 ok 那我们怎么绕道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引入了什么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那我们引入这个之后 它可以变成什么呢 好像抛体运动 只是一个运动 我就把它分出为 x坐标跟y坐标的行为 两个行为来描述它 那我现在就把它分出怎么样 假设它是 xyz t我就把它分成四个 通通把它拆了 x归x y归y z归z t归t 当然彼此当中可能会有些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一些什么样 连力的 ode 你就会得到不只是一条ode 而是很多条ode 不过到了一看到ode 这三个字我们就安心了很多了 因为我们起码受过一些训练 对不对 我们知道ode怎么解 心里面就舒坦很多了 那既然一起解不行 我分别解 那总该会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分别解 就把它解出来就是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怎么样 个别 之genal solution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记住我只是个genal solution 你的系数什么可能都还没有决定 然后呢 我们就利用 你所提动的boundary condition 或initial condition 把这部分的genal solution 某些系数把它决定 可以决定的先决定 ok 所以 可以先怎么样 决定 部分 之系数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 那剩下的假设不能决定怎么办 没关系啊 我们的目的是拆开来 解决完之后 总要组合回去嘛 有的拆开来之后 无法完全决定的 说不定组合完之后 我们可以决定 所以呢 我们先看看拆开来之后 可以决定哪些 决定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组合 好 好 好 組合完之後 當然還有些係數沒辦法決定 然後呢 我們再用剩下的什麼 Bonding Condition 或者是Initial Condition 把它解決了 你不就回來了嗎 對不對 直接跳過來 我跳不過去 我就從旁邊過來 OK 這就好像說 你在我們的頂樓 正在烤肉 結果發覺呢 隔壁化學系 也在烤肉 好像他們肉比較香 對不對 你想要吃一口 你會直接跳過去嗎 當然你夠強 你可以跳得過去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必要 為了一顆肉啊 一塊肉啊 冒這麼大的危險 你就願意下來 然後想辦法呢 出了物理器 然後進了化學館 然後爬樓梯上去 對不對 化學館因為他們電梯 基本上不運作了嘛 他們付不起電費 早就把電梯給停了 OK 我們現在還很幸運 我們還付得起電費 所以呢 等哪一天啊 你要是電梯打開來發覺 裡面只有一條繩子 OK 要你自己攀著繩子上身的 那就代表我們物理器已經沒有錢付電費了 OK 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我們要大家盡量省電就是這樣 你要是沒有人在 冷氣就關起來 OK 要是有人在 當然你就是開著沒有關係 好 那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大家省一點電 但你看 你就願意這樣繞過來啊 對不對 我們做的只是這件事情而已 OK 好 我們現在來舉兩個例子讓大家看 我不會完全解完 因為完全解完是下學期的功課 那你們自己呢 在這個學期呢 你就會學到很多這方面的equation 各位先好好的了解 他裡面用了一些手法 OK 那事實上啊 這邊呢 除了這個 Bondory Condition 跟Inishure Condition之外啊 其實常常他也不夠 我們還要引入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叫做正教特性 OK 才可以 這就好像在學普悟的時候 一個碰撞 兩個碰撞的東西 你牛正力學可以完全解完嗎 你發覺根本就列了方針式出來 你發覺位置數比方針式還多 那你怎麼解 你一輩子也解不了 所以沒有辦法啦 這只好找另外的條件啊 最後我們很聰明的找到兩個條件 假設沒有外力 外力要是對這個系統的作用 合為零的話 這個系統有個很重要的特色叫做什麼 叫做動量守恒 對不對 我們就多跑出一個equation出來了 那假設呢 你只有多一個equation 當初多出來的一個equation 沒辦法解決 動量守恒 就可以當作你的資產啊 你就把它 王牌亮出來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假設不信呢 當初是多兩個 這個位置數 你的equation不夠兩個 那它又吻合動量守恒 那動量守恒可以解決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你就用能量守恒的方式 又把它解決掉 那這裡面也是一樣 單單靠著combinded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沒有辦法完全解決掉所有的問題 那我們就引入了什麼 正教的特性 那這個以後呢 都會很清楚地講 那這樣子問題就把它解決了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彎低的wave equation 假設呢 我們有一個wave 一條繩子 這條繩子呢 從這個地方一直延伸到這邊來 假設繩子一開始呢 你把它拉起來 拉成一個特定的形狀 一開始是這樣 而且每個地方有不同的速度 可能這個地方本來是朝下跑 這個地方本來朝上跑 它有不同的速度 然後放開來 那請問一下 這個繩子最後怎麼震 OK 就大家去解了 那麼 描述這個系統的呢 它就是用wave equation來描述 這個時候u呢 是等於x跟t的函數 好啦 請問 這個詩子怎麼解 我怎麼知道這麼解 我怎麼知道這麼解 不好解啊 那它本身呢 你把它通通把它擺到左邊去呢 它會得到一個 好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可以有個unique solution的狀態 既然有一個unique solution 我就亂拆它一通 所以我沒能夠解得出來 就只有它 那這個時候人家就很大膽的 就來做個彩色 OK 在此之前呢 我們把initial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跟initial condition呢 列出來給大家看看 第一個 什麼叫邊界條件 我們有兩個邊界 第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不管你怎麼去動它 這兩邊都是固定的 位置不隨著時間改變 第二件事情 這兩邊呢也沒速度 因為都被固定住了 所以呢 你會得到怎麼樣 最簡單的就是 這樣子 X在0的位置 是不是左邊 管理時間怎麼變 我通通都沒有位移量 第二個 X在L的地方 右邊的端點 管理時間怎麼變 我通通等於0 對不對 這個就是boundary condition 還有initial condition 當然你可以加上速度 你要的話也可以加上速度 另外一個呢 initial condition是說什麼 當時間等於0 時間等於0 一開始的時候 不管任何一個位置 你有把它拉起來 它有個分佈狀態 叫F of x 另外一個呢 就是時間等於0的時候 你有個速度 每一點的速度 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我先假設 給它個函數來描述 它每一點的速度 那這樣是不是有boundary condition 是不是有initial condition 對不對 那有了這些之後 我們理論上啊 就可以開始來解了 這是boundary condition 這是initial condition OK 好 當然我們現在不會真的解 所以我們不會呢 做到下面的這邊 那我們現在用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我們如何運用呢 How 我們如何運用 我們把這邊擦掉 現在在你們二年級呢 幾乎都是用一個方法 就是separation of variable 它做個很大膽的假設 反正算得出來就贏嘛 算不出來再講 它就大膽的假設 assume 假設什麼東西呢 假設呢 我們的這個general solution 這是我們要求的 uxt嘛 在這邊 它是我們要求的 它可以很單純的 寫成一種形式 它可以寫成是兩個函數相乘 一個函數值跟x有關係 一個函數值跟t有關係 它一定可以這樣寫 哇 那哪裡有這種事情啊 要這麼簡單就好了 對不對 偏偏呢 很多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OK 有人這樣假設 假設它是對的 欸 那這不是很奇妙嗎 反正管你的 你怎麼設都可以 反正我最後找到答案 就是唯一的答案了 好 那這樣設真的可以做成 我們要做的任務嗎 我們試試看 好不好 我們將第二個式子 帶到第一個式子裡面去 我先一個一個做 好不好 帶進去的話 這邊是u嘛 然後那邊有兩次方微分啊 是不是我們要先對它兩次方微分 所以你partial u partial x 得到的是什麼 partial的意思 也就是說 只對顯函數微分 對t會不會微分 不會 所以只對x微分 那你是不是得到一個 partial大x partial x 乘上t 對不對 那再一次微分呢 是不是只是對x兩次方微分嗎 t還是不動啊 那這等號的右邊 有對時間兩次方微分 那我再來 對它頭一次微分 對t微分 當然就是對後面的大t微分 x是不動的 那這個時候呢 事實上後面這邊啊 我其實我不會寫成partial 因為x呢 只有一個函數就是x 大x只有 它是x的函數 所以它沒有其他的函數 我幹嘛又去partial它 它就是全微分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要把它修正掉 統統寫成為d 那麼下面這個一樣畫葫蘆 底t 底大t 底小t 然後呢 兩次方微分的 它也變成了x不動 底平方大t 底t 底小t平方 把它通通帶進去 那麼是不是第一個式子呢 左邊是 u對x的兩次方平微分 是這個 所以它會等於d平方大x d小x平方乘上t 等於右邊是1 over c平方 然後u呢 對t的兩次方微分 是不是等於這個 對不對 我把這個式子啊 再除以自己 這個就是2代到1嘛 假如說 我現在來執行一個 因為2代到1 就是上面的這個式子啊 我再除以 2 那麼是不是代表著說 這些都要除以 怎麼樣 2 也就是本來是這樣 我照抄一下 除以 2 2是什麼 所以這一除的時候 t跟t消掉了 所以左邊是不是會變成 大x分之1 d小x平方 那右邊呢 x跟x消掉了 是不是變成為 大t 是不是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這一看 好棒啊 x呢 通通集中在左邊 t呢 通通集中在右邊 抱歉 這個寫錯了 這是小t 對不對 是不是集中在右邊了 很棒啊 我已經達成了這個目的了 那達成之後幹嘛 達成之後幹嘛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既然是我們物理系統 這個既然是我們物理系統 它已經會等於某一個我們所熟悉的什麼數目 我就假設 他們兩個人 通通會等於某個alpha alpha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所以我又多引入了一個位置數 本來我的位置數是它 本來一開始的位置數是xt 之後呢 第二個式子引入告訴我位置數呢 變成這兩個 到了下面這個式子告訴我 又多了一個alpha 對不對 反正誰怕誰嘛 解完馬上丟回去就是了嘛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這個式子立刻就進化成 我重新寫整其一列 它是不是變成為 第一平方大x 第一小x平方 本來是等於alpha嘛 所以x乘過來就是alpha乘上大x 1回去是不是變成負的alpha大x 等於0 那第二個呢 也是一樣啊 然後呢 剪掉 這邊有c平方 我是不是 馬上就變出兩個連力的ode 我這樣 我做到這邊是不是 就達成了這個目標了 對不對 那剩下只是把它分別解出來 然後看看 係數是怎麼判定的 一個一個 判定完 再把它組合回去就是它的解了嘛 非常簡單 對不對 所以要記住喔 假設呢 當你們開始上到這個地方 你們課本幾乎教了都是用這個方式 他先假設它等於這個樣 然後噼里啪啦的 它就可以分開成這兩項 其中有個alpha 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去判斷它就是 反正這個式子誰不會解 這是常微分的二階微分方程 不 常數的二階微分方程 這誰都會解啊 這個也是一樣啊 是不是見到手都選 馬上就可以寫出來了 對不對 只不過 這個alpha就蠻複雜的 對不對 比如說這邊好 你就 x呢 try 我們以前不都是try嗎 try它的exponential lambda x 對不對 那x的lambda x擺進去 你是不是得到 lambda平方 减掉alpha 等於0 所以lambda 應該等於什麼東西 正負根號alpha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這alpha是什麼 alpha要是正的時數呢 正的時數 那就得到兩個根 alpha要是等於0呢 答案就等於0啊 lambda就等於0啊 那是不是得到 double root alpha要是小於0呢 是不是得到i 你剛初討論的三重狀況 跟著alpha有關係啊 那就通通把它寫出來嘛 到時候用boundary condition下去判斷到底誰對誰錯 OK 就這麼簡單 只是複雜而已 你因為你一個問題引來了這麼多問題 對不對 那 它還會引來了其他的問題 慢慢的一個一個狀況把它解決了 你就可以把你information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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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出來 所以技巧上面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導致物理上你們要多加注意一下 好一直到這個地方啊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好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個比較複雜的狀況 為什麼這個比較沒問題呢 原因很簡單啊 因為這兩個你都會解嘛 這兩個都是很簡單很簡單的 ordinary differential question而已 假設複雜一點點的ordinary differential question 各位會不會解 我們從這邊來看 好了 舉一個很簡單的比方好了 很簡單的比方 假設呢 有個盒子 X Y Z 假設你知道 這個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的電位 假設一開始都知道了 UP 這一面的電位是等於多少 DOWN的電位是等於多少 假設你都知道了 OK 這叫VD 這叫VUP 那請問一下 這裡頭電位是怎麼分布 那假設 四周圍呢 V通通都等於0 四個面 V通通都等於0 請問一下 它電位是怎麼分布 對不對 這個是個很好玩的問題啊 那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感興趣只是盒子裡面 盒子裡面有沒有自由電荷 沒有自由電荷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面 描述盒子裡頭的電位呢 我們就可以用Laplace equation 來描述它 那因為它跟時間沒關係嘛 它是穩定的狀態啊 所以它電位的分布也一定是穩定 所以從電磁學告訴我們 Laplace equation可以描述它 而且它independent of time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式子 但有很多boundary condition 我就先不寫了 因為就好像這個地方 我並不是真正在解 所以boundary condition 我先不寫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對XYZ的坐標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直接就把它寫出來就好了 抱歉 我可能要講的是 比較複雜的狀況 假設是XYZ 那就是什麼 然後怎麼分 我們就可以assume 就可以假設 V啊 可以寫成X的函数 乘上Y的函数 乘上Z的函数 然後呢 一樣化霧乳 二代到一除以二 二代到一除以二 你就可以得出三個分別的equation 到時候 單獨的把它解決掉 再重新組合回去 彈就跑出來了 OK 聽起來很容易嘛 對不對 然後把二代到一除以二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得到 大X分之一 底平方 大X 底小X平方 再加上 大Y分之一 底平方 大Y 底小Y平方 再加上 大Z分之一 底平方 大Z 底小Z平方 等於0 那是不是X 通通集中在這塊 Y通通集中在這塊 Z通通集中在這塊 太美妙了一點了 那我們就管它 三九二十一 誰怕誰啊 我把這個呢 假設它等於α 假設它等於β 假設它等於γ 那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分得出來 我就會得到第一個式子 底平方大X 底小X平方 減掉 因為在等號右邊 拿過來就變減號 α大X 等於0 第二個呢 底平方Y 底Y平方 再加 再減掉 β大Y 等於0 再加上 底平方大Z 所以底小Z平方 減掉γ Z 等於0 最后面 α加β加γ 一定要等於0 是不是我就變成四條一窺群 分別解嘛 你說這個好不好解 這根本就太好解了 因為它是常數的 二階 線性 其次 微分方程 太好解 B子已經都把它解完了 對不對 形式一下子呢 它的general手段群 你就寫出來了 只是裡面好多係數 無法判斷了 你就用邊界條件來判斷 但假設好指不代了 今天它根本就不是XYZ坐標 它是比較複雜一點點的坐標 比如說球狀坐標 比如說各位呢 很快就會學到 假設我有個球體 我們要切開成兩半 上面這一半呢 我讓V呢 等於正的V0 下面這一半呢 我讓V啊 等於負的V0 那麼我的坐標 假設是這樣 那你怎麼辦 請問一下 這個裡面的電位 或者是外面的電位 怎麼分布啊 那這時候還是一樣嘛 反正不管裡面還是外面 都沒有自由電荷 所以根據啊 電磁學呢 它一定要符合 Laplace equation 那這個時候呢 V就要等於什麼樣的V啊 因為現在我取的是球坐標 所以它一定是R θ5坐標 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 所謂的Laplace等於0 可以寫成什麼樣的形式 它可以寫成這個形式 這個才是我們的 展開來的第一個式子 這一看 哇 還得了 在球坐標 Laplace展開來 原來是這麼複雜 對不對 XYZ呢 現在不是XYZ 現在是R θ5呢 全部都掺杂在一起 混雜在一起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說過啊 我們用變速分裂的方式 把它弄成 連立的常溫方程 那我們怎麼弄 這個時候 它就用了很簡單的方式 Assume 又來了 你看看 又是老套了 V呢 我們假設 既然是Rθ5 我就假設它是大R 子跟R有關係 大θ子跟θ有關係 大φ子跟φ有關係的 函數 就只有這樣子 然後呢 一樣畫葫蘆 我把第二個式子 帶到第一個式子裡面 再除以第二個式子 第一項 只對誰威 只對R威 R是誰 只有它這項 這兩項有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所以它類似常數一樣 可以提到最外面來 最後不是除以自己嗎 當你要除以自己的時候呢 提到外面來的這兩項 剛好又跟自己除掉 就只剩下R呢 還沒有被除掉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大R 在這邊 那前面照寫 那這個時候就變成 底R啦 因為大R呢 只有一個函數 就是R的函數 咦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學成這樣 第二個式子也是一樣啊 它只對θ偏威分 所以只對大θ威 大R跟大φ呢 都類似常數一樣 可以提到前面 所以當你要出以自己的時候 提到前面這兩個呢 又跟分母呢 要除掉這兩個 互相殺掉 就是剩下這個 大θ可以寫在下面 然後其他照寫 對不對 再來 最後一下 φ 只對φ偏威分 當然就對大φ啦 所以呢 大R大θ呢 它都沒威到 類似常數 可以把它提到前面來 最後在除以自己的時候呢 大R大φ剛好都消掉 只剩下φ沒有消掉 所以你跑出一個大φ 我把φ移到後面去寫 所以前面的係數 我先這樣寫 是不是我們最後可以幫他寫成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一看 哇太棒了 為什麼呢 你告訴我 這個值跟什麼有關係 值跟φ有關係 對嗎 好吧 我們剛剛不是說 假設可以分開來 我假設他等於α 我也可不可以假設他就等於α 到時候把α求出來等於什麼鬼東西就是了 這樣子一弄之後呢 我們眼光一看 這個呢 假設他等於一個常數α 你告訴我這一大串呢 只跟誰有關係 只跟φ有關係 φ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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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這個呢 已經把它看成常數了 我把這個 假設他等於β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最后面呢 這個只跟R有關係 假設這個等γ 那你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寫出三個式子 实际上是四個式子 第一個 d平方大φ d小φ平方 它要等於α αT會變成φφφφφφ在乘上反 對不對 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一大串 哇 這個就 有點傷感情了 這個就有點傷感情了 那你一弄的話 先照抄 這要等於β 是不是第二個式子可以寫成這樣 前面這個只是這一項照抄嘛 后面這個是R平方φφφφφ分之一 因為後面這個等於α 我就把α稱 sería分子 那就等於β 再來一個呢 大R 等Gamma 乾脆把Gamma放過來 這R乘過去 負Gamma大R等一點 這個把它削掉 是我等於這幾個式子 最後面 Gamma 加上貝塔等於0 或Gamma就等於負貝塔 隨便你 是不是 我就分出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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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不容易解 很容易解嘛 因為Alpha是某一個常數而已 你只能夠考慮它是大一定等於0 小一定 這三種狀況而已 但是它其實很好解 這個好不好解 我們把它展開來看看 看看它變成什麼東西 好不好 我們乾脆多寫一點 讓大家有個感覺 上面是第一第二 這叫第三 這叫第四 這叫第五 這叫第六 三呢 怎麼寫 很快的 phi呢 可以寫成有三種表示法 我們知道你去try它的時候 try它的時候 phi 會等於怎麼樣 假設我們讓phi等於exponential lambda phi 去try它的時候 第三個式子呢 就可以展開來 變成為 lambda平方 減掉alpha等於0 所以告訴我們 lambda呢 可以是等於什麼東西 可以是等於正負更好alpha 假設alpha大於0 你得到是兩個 alpha大於0 你會得到exponential 根號alphax 再加上exponential- 更號alphax 這兩個 第一用c1 第二用c2 沒問題嗎 第二個 alpha等於負的 哇 它跑出個i出來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變成為 怎麼樣 一二三四五六 c5 這邊就會變成為cos 根號-alphax 再加上c6 sine 更號-alphax 對不對 你要alpha小於0的話 ok if alpha小於0 那是不是lambda 就可以寫成正負i 提出來 裡面就寫 負負得正 因為負的我把它變成i 對不對 再來一個 alpha要是等於0 我不是從這邊找手 而是從這邊 alpha要是一等於0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而已 很簡單嘛 我直接對兩邊積分啊 積分連積兩次 第一次積完 右邊的0 積完變成一個常數 第二次再積一次呢 就對面的常數乘上x 再加上一個常數 所以你這邊就對面 變成為c3x 再加上c4 我也不曉得哪一個對 到時候再下去判斷 對不對 這很簡單 好 第五個式子呢 我們把它展開來一下 好不好 第五個式子 所以你會r平方 這個一微分進去的話 第一個不動為第二個 再加上第二個不動為第一個 第一個不動 R平方不動為第二個 再加上第二個不動為第一個 減掉 Gamma大R 整理一下 對不對 這兩個消掉 這個1進來呢 是不是 減掉 Gamma大R 等一下 那你只要把這個解出來就好 這個好不好解 這好像不太好解 對不對 好像不太好 或者是你統統把它 我看看 OK 不管它 這個呢 只是一般的 ODE 只是呢 各位可能呢 還沒有學過它怎麼解而已 只要知道怎麼解 就把它解完了嘛 對不對 好 第四個 第四個看到就已經投影眼花了 我們把它展開來看看 它變成什麼 大θ不動 R平方sinθ不動 好 開始裡面要G了 底θ Gsinθ 底θ over 底θ 大底θ over 底小θ 前面不動為後面 sinθ不動為後面 那些微分裏 一接微分變兩接微分 後面不動為前面 Sine的微分 變cosθ 再加上α除以 R平方sin 平方θ 抱歉 這邊少寫一個平方 要等於β 整理一下 这边有两次方微分 前面这个跟这个消掉了 所以你是不是大θ R平方分之一的 第一平方大θ 第一小θ平方 再加上这一次方向的 然后这边有这几个 大θ分之一 cosθ谁在上面 下面是R平方sinθ 大θ 再加上α除以α R平方三平方θ等于β 好 这个是什么 也是ode 只不过看起来这下子麻烦了 为什么呢 这个还好 因为这个前面的系数 都只是小r的函数 所以它是不是线线 是 但这个麻烦了 为什么呢 这个前面的系数啊 你要是说R对我来讲 反正我是对θ及微分嘛 它是相当于常数一样 我可以不理它 比如大家都有R平方 好吧 先把它消掉吧 那不就没有R平方的干扰了吗 好事不来 这边跑出个大θ 我能不能乘上大θ 可以啊 我通通把它乘上去 是不是可以简化成这样子 那这个大θ不见了 这边变成什么 contagentθ 对不对 这边呢 α除以sin 平方φ等于β 这下你怎么办 这个前面 竟然有一个φ的函数 这个没有问题嘛 反正也是φ的函数而已 这个也是φ的函数 看起来还不错哦 都是线性 对不对 但问题是怎么解 它是不是常数 不是 是不是Uler Couch的equation 不是的 那你怎么解 连这个怎么解 都还搞不太清楚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你要是碰到哪一个equation 不是我们先前讲的 你怎么办 现在我已经举一个例子 给你看 很简单的一个equation 一展开来 里面有两个式子 你根本就不会解 对不对 很少见吗 我告诉你天天见 因为你碰到都是这种case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那时候不是问了大家 我们要怎么办吗 你们想了这么久 有没有想出来 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办 来给一点点提示 好 来提示一下 我们上次也有写几个equation 我戴一下眼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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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們只是對他做個態度展開式而已 只要 他能夠收斂 通通都適用 對不對 所以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是不是幾乎所有的函數 只要他沒有發散 他在他的空間裡面都有意義的話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頭 對他做態度展開式 對不對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我可不可以有個函數 我可不可以把它寫成 類似這樣子 反正他每一個都是X的密集數 我可不可以任何一個函數我把它寫成這樣子 我只要確認後面這個可以收斂 整體加起來數字等於他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收斂 就 depend從前面這個係數啊 那我們不是說 我把它拉到這邊 這個東西我們不會解嗎 但B整形我們也知道 他的答案叫做什麼 就是叫做RX 這就是廢話嘛 這當然要我們求了 這個答案是什麼 我只是不曉得它是等於什麼東西而已啊 既然我不曉得它等於什麼東西 我能不能說 這個 就是RX 等於什麼的一個密集數 我能不能說這個就是 θ的θ等於什麼的一個密集數 這個我不知道 但一旦我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只要決定了這個係數 不就決定了答案了嗎 對不對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它一定有個 有個函數 但你已經說過 我任何一個函數 只要它是連續有意義 我就可以把它展開來啊 關於阿媽啊狗 我都可以展開來啊 我可以展開成密集數吧 我今天高興 我要展開成密集數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展開來 只要決定前面的係數就可以了 就類似COSA一樣啊 COSA可不可以展開來 可以 它只有偶數項存在 每一項前面的係數 是等於這個樣子 我是不是就 就可以相當於得到它了 所以呢 我只要來想像 我這個答案等於什麼 它也等於密集數 只要我能夠決定 它前面的係數是什麼 是不是相當於 我就知道它是誰 對不對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假設大家不懂 我們來看下面的這個例子 直接來看一個例子 OK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請問一下 Y double plan 減到Y等於0 會等於什麼 這直接解還不快 直接解就是 變數分離嘛 直接用常數就好了 Try Y of X 等於Exponential Lambda X 2把它帶到14裡面去 2把它帶到14裡面去 2次方微分就變成Lambda平方 你會得到一個 Characterization的 對不對 等於 減到1等於0 所以呢 Lambda等於正負1 所以答案很簡單 Y of X 等於C1Exponential Lambda X 再加上C2Exponential 負Lambda X 對不對 正負1嘛 所以起碼它其中一個答案是 Exponential X 對不對 假設你根本就不會這招 假設你沒有這招 把它遮起來 我們說好 Y of X 等於什麼 某種類型呢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所有東西我都可以把它展開來 我把它假設 它是C0 再加上C1X 再加上C2X X平方 再加上C3X三次方 再加上一直加加加加加 加到無窮多像 假設它也可以展開成 這個收斂的式子 所以我只要決定 這幾個係數就好了 對不對 聽起來好容易 決定幾個係數 無窮多個係數 你說這可能 你說這可能嗎 好像不可能 對不對 我們試試看 好我把這個叫做第二個式子 中心掛呼 我把中心 那要代入之前要先微分 對不對 這一微分會變成C1 再加上兩倍的C2X 再加上三倍的C3X平方 再加上 OK 再微分一次 是不是 兩倍的C2 再加上六倍的C3X 對不對 降下來 我把這些通通帶到 第一個式子裡面去 第一個式子是Y double plan 就下面這個 第一個式子呢 會變成為 兩倍的C2 六倍的C3X 再加上 這個是什麼 四倍的C4X三次方 就變成12倍的C4X平方 減掉 Y Y就是上面 要幹嘛 要等一點 一整理 一整理 讓我看看 它會變成什麼 負的C0 這邊有兩倍的C2 減掉C0 對不對 加上 六倍的C3 減掉C1X 加上 12倍的C4 減掉C2的X平方 等於0 等於0 基數在密集數裡面 假設是個無窮大的 密集數 無窮多的 像 假設它要等於0 唯一的 唯一的辦法是 每一個系數通通都要等於0 這個我們還沒有講到 不過告訴大家 唯一的辦法 就是每一個系數通通都要等於0 這個時候 這個才成立 因為是無窮多相 有現象 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要無窮多相 才有這個現象 那這個時候呢 從這邊是不是 馬上就可以得得到 C0 等於什麼樣 我先這樣寫好了 兩倍的C2 是不是等於C0 這個地方呢 告訴我 12倍的C2 要等於C2 C2又等於C0 那是不是 你只要知道C0 就可以知道C2 知道C2 就可以知道C4 一樣化呼噜 知道C4 就可以知道C6 知道C6 就可以知道C8 也就我只要知道C0 偶數相的系數 我通通都知道 那這個地方呢 6倍的C3 等於C1 那後面會一直下去 那是不是代表 我們本來以為說 這樣一假設完之後 這還得了 我要知道的 要求解的系數啊 你看 本來這邊是 我想知道YX 等於什麼東西 這個是問題 結果跑到這邊之後 變成呢 C0等於什麼 C1等於什麼 C3等於什麼 你有N個 無窮多個問題 但是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問題只縮減成兩個 C0等於什麼 C1等於什麼 只有這樣子 OK 那剩下的是 我只要想辦法 讓它受戀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 我假設C0等於什麼 反正你的答案 只有一個啊 所以我假設啊 只要我假設完之後的C0 讓後面的這些偶數相 假設完了C1 讓它後面的這些基數相 擺在這裡面 能讓這個式子收斂 就成立了嘛 是不是 這樣就比較簡單 這個看起來 有一點點複雜 因為它是二階的 我現在回到一階 我們再做一次測試 好不好 好 假設呢 我現在把這個算在這邊 好 這怎麼辦 根據以前很簡單嘛 我分開來做就好 以前的做法就是 DYDX 等於Y 所以這個可以分成 DY除以Y 等於DX 兩邊通通積分 再加上一個常數 你會得到 Log Y 等於X 再加上C 或者是兩邊 再乘上個Exponential 做Exponential 你會得到Y 等於某一個常數 D 乘上Exponential X 它也是Exponential X 對不對 這是以前的做法 兩三下就做 假設你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這樣假設 可以啊 那一階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4啊 OK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就把兩個帶進來 Yplank 減掉Y等於0 是不是就可以 Yplank 等於什麼 C1再加上2C2 X 再加上3C3X平方 4C4X三次方 減掉Y Y是C0 再加上C1X 再加上C2X平方 C3X三次方 要等於0 所以這一整理 前面是不是等於C1 減掉C0 再加上2倍的C2減掉C1X 再加上3倍的C3減掉C2的X 等於0 技術它是無窮多項 所以唯一的辦法是 每一個係數 通通都要等於0 所以你是不是得出來了 C1是不是等於C0 2倍的C2 是不是等於C1 所以就告訴我們 C2是等於什麼 1分之1C1 是不是等於1分之1C0 然後再來呢 3倍的C3要等於C2 那是不是代表 C3要等於什麼 3分之1的C2 C2等於1分之1的C0 是不是等於3乘2分之1的C0 是不是 我們本來不曉得Y是什麼 像Y一旦假設成 那個有無限多個係數要解 一代進來發覺 我只要知道C0 其他通通都知道了 把它代進去 Y會等於什麼 C0保留 提出來 裡面就變成1 再加上X 再加上2階乘分之X平方 再加上3階乘分之X3次方 一直加到無窮遠 你告訴我 這個等於什麼東西 是不是它的答案就等於 某一個常數 乘上Explanetial X次方 跟你這個算起來 有沒有一樣 Exactly一樣 所以好像很麻煩 但事實上沒那麼麻煩 我們可不可以用這個方針式 用這個方法 來把一些未知的東西 把它解出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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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